呦 大伙到衙门抗荒凉去了 抗荒凉 今年大旱收成减半 衙门缺之告示啊 荒凉造交 还另家两成 为什么要另家两成啊 是啊 往年收成好的时候啊 收粮之后另家两成 可今年遇到啊 荒汉水落 应该不交或少交 可县衙门呢 非让我们交这么多 另外还要加两成 我要问问皇上去 这皇上也不能这么不讲理吧 还让百姓活不活呀 皇上不讲理 皇上有时候可不就是不讲理吗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多半是皇上贪财 吞沫了我们的血汗 什么话呀 皇上在乎你们那几颗粮食吗 都是那些贪官污吏们干的 这些无耻之徒为了钱 是无所不为 你说错了 有一件事他们不干 什么事啊 善事不干 我们到县衙门讲理啊 现在也躲了三天 没敢露面 抗粮食死罪 你们不怕吗 不怕 乡亲们若交了这点粮食 可就没有吃的了 这不只是死路一条吗 横幅都是死 干脆拼个鱼丝网破 我这把粮粮也就来了 您说了半天了喝口茶 我看你先劝乡亲们回去吧 一半天都会有人给你们做主的 我说这位老乡啊 我们这位前大爷啊 他跟这个粥里的 府里的 都挺熟的 说话呀 管点用 你就听他的 管用 没错 准管用 要不然你先劝乡亲们都回去 这事啊 钱大爷能给了了 哎 我陪你一块去 好 好好好 好 伤益子 哎 先来一大碗粮呢 哎哎哎哎 哎哎 厉天落座茶了 哎 dah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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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 该吓死我 哎 哎 这位爷 您知道成千上万的人 就我们几个在牙门口挡着 真要是惹恼了这帮赤脚的老头 一顿锄头 非把我们倒成肉酱不可 您说可怕 周朴的凉酥真的空了吗 看来您是做大生意的 小本买卖 您不在官场上混不知道 这里头猫腻大 本来库房里装完了粮家 堆得满满的 就算今年一粒不收 将陈粮装传北运 上交皇上都复复有余 可是 没到一两天的功夫 全没了 哪儿去了 外行了不是 那些粮商的库房又堆满了 让那些当官的给卖了 咱这给衙门口当小差的 可就不知道了 反正当官的大把大把的花银子 靠朝廷的那点俸禄 绝对不够啊 周里福里就不知道吗 谁不知道啊 谁没钱都上这儿拿 我看您这人哪 什么都不知道 可千万别往官场上混了 要不然连自己都得搭进去 这位差官 我跟您打听打听啊 这个老百姓这么闹事 这当官的怎么就不管呢 怎么管啊 去年还闹来着呢 闹来闹去也就不了了之了 那总督是干什么的呢 总督 他是这事的总头 伸手要钱比谁都凶 不瞒您说 头一段我还替总督府运过贿赂银子呢 这种秘密也让你知道了 看您说的 小乔在下了不是 你一定是在吹牛呢 我不信 吹牛 实话跟你们说吧 本来在下是不知道的 但那些银子装的太多了 把船都给压沉了 没办法派人去打捞 这才露了馅 闹得沸沸扬扬 哪个不知道啊 所以总督大人对抗黄梁的事 睁一眼闭一眼 假装不知道 拿人家的手短嘛 你刚才说的都敢画押为证吗 您是当官的 我一副私房来了 你看看 我眼珠 我有事 我先走了 我的茶钱 老板老板 他的茶钱我们付了 看纸 钱大爷 您要的是写字的纸吧 笔毛纸验有没有啊 你们这儿 有 您请用 哎 哎 小月啊 哎 嗯 哎 尝贵的 哎哎 这铜箱线有好吃的吗 有 您分不 哦 来 嗯 要小吃不要大餐 凡是你能买得到的 一样一样给我慢慢的上 好吧 哎 好嘞 哎回来回来回来 您分不 你这小店我们三位爷包下了 啊 谁都不许进来 明白吗 哎 去去去去去 你来写我干招 和珅还在行中吗 他在断后还没动点 传指和珅 卓陈辉祖自财 钦此 好的 子萱 大医 快把送旨到杭州府 是 皇上 那抗黄梁的事 找嘉幸福再说吧 你让知府来接 我 卵甲都来吗 有马队士兵 能表明身份就行了 皇上您 我在这儿等着 尝尝小月买的小吃 臣这就去办 这怎么回事啊 皇上 好像老百姓在求雨啊 求雨 求雨 那这太子是哪个神仙啊 太子是 官老爷 官 官老爷管下雨啊 这个民间有这么一说 官老爷管得多 皇上 既然官老爷挡道 那您也下去拜一拜 朕为什么要下去拜啊 哎 百姓求雨 皇上与民同拜 独见军民一心 风雨同舟 这传出去 岂不是一段佳话吗 哎 哎 咱们说朕非得拜拜了啊 下巴 皇帝老爷保佑啊 皇帝老爷保佑啊 这 这什么称呼这是 皇上 乡名无知 您息怒啊 这个 他们对各路神灵 该称老爷 您比如说 官老爷啊 称皇老爷啊 称老天叫天老爷 称您皇帝老爷 那是他们至高无上的尊称啊 啊 那朕今天就 做一回皇帝老爷吧 哈哈 大家抬着官老爷求雨 朕今天也表示一下诚意 那本老爷 今天也给官老爷拜一拜吧 嗯 这什么东西啊 喂 皇上 四乡百姓都许愿 要为官老爷从速全身 再修妙语 这是大殿上的正粮 贴上皇旨 就叫皇粮 嗯 叫什么 叫皇粮 皇粮 嗯 这个名挺有趣啊 哎呀 只是这皇粮在前 挡住皇上去路 叫臣束手无策呀 哎 继下来 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这事很难办吗 听着 大家听清楚喽 皇帝老爷要拜官老爷 你们把这皇粮撤去 皇上有旨撤去皇粮 嗯 皇上奖恩 免受皇粮 无妨万岁万岁万万岁 怎么怎么会这样免去皇粮 嗯 皇上啊 这是乡名无知 他们一定是听差了 把这个皇纸的皇 听成了皇上的皇 把粮木的粮听成了粮食的粮 哎呦 这样一来您就把他们英交的皇粮 给撤了 哎呦 那那就就这么一句话就就就 就撤撤了 可不就这么一句话吗 哎皇上 好 我看也正合适啊 臣看皇上早有此意 哎 与其让嘉兴府下令 不如皇上当众宣誉 省得您的圣旨到了地方官那儿 又变了样出了新花招了呦 对啊皇上 哎 那就这么着了 就这么着吧 哦 哎 那那那那你宣吧 遵旨 嗯 皇上有旨 杭家胡三府 您逢大汉 本年皇粮 一概撤免 吾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那 不拜了 万老爷 哎 拜不拜我看没得大关系 那不拜不下远呀 下不下随他的便吧 不信我给您问问老百姓 我我我 Yang 哎 各位乡亲哪 你们说 是官老爷铃啊 还是皇上老爷铃啊 皇上老爷铃啊 皇上老爷铃 哎 continental 你们都听见了啊 听见 听 听见了 听见了 既然黄粮已撤 这东西还挡着干嘛 撤了吧 对 撤了吧 撤了吧 黄粮 前面就到嘉兴 咱们走两步 走两步 跟着撤 来 让开 让开 来 让开 让开 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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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啊 这自打出了杭州府 一路上你给朕都下得套啊 没有啊 不 不会 我 我哪敢呢 就是你给朕下得套 皇上明察秋毫 臣知道我这点小把技 瞒不过您的圣言 什么黄粮物件啊 是道具吧 难为你喽 这么短的时间 就置办得这么齐全哪 知道瞒不过皇上圣言 知道瞒不过还搞这种把戏 水平不高 胆子不小 人不大 心眼还不少 臣 该死了 起来吧 季晓岚 谢皇上 既然你是满朝文武中 最有心眼的 那朕再加一个眼给你 朕赏你双眼花灵 谢皇上 何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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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朱江 朱江 是季先生 小叶姑娘 还喝茶呢 你也来喝茶 不不不 季先生 何某得恭喜你啊 陈辉祖沙了 双眼花灵也正上了 恭喜啊 同行同行 来来来 喝茶呢 不不不 何某还有公事在身 不敢久留 回见 回见 起家 先生 这好像是青莲姐姐的珠花 什么 马车里的是青莲姐姐 和珊为什么裹挟她 我去看看 你看和珊 神定气贤 胸有成竹的样子 此事并非她私自裹挟 这事是挺可疑的 但咱不能轻举妄动 打听明白再说 传 季晓岚敬见 传季晓岚敬见 臣季晓岚叩见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起来起来 谢皇上 朕今天召见的是季晓岚 小月怎么进来了 我想念皇上了 我知道皇上回宫以后一定很烦闷 传季先生敬见 无非是想解解闷 这个解闷嘛 我最在行了 所以我就跟着来了 说得好啊 解解闷我看是越解越闷 季晓岚 季晓岚敬 朕在圆明园里的长春管快竣工了 就以圆明园为题 做一首夫来给朕结结闷吧 回皇上话 臣戒了 戒了 今天是没带着烟袋来 记得烟袋戒烟了不容易啊 皇上 我不是戒烟了 我是戒狮 戒狮 什么叫戒狮啊 自从在杭州微臣的狮被批得体无完肤 自残行贿 从此我就不再做事了 记得才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啊 谁不知道天下能跟朕对绝对的 除了季晓岚还有谁啊 皇上 你怎么忘了呢 还有那个杭州才女苏清莲啊 苏清莲 这个名很耳熟啊 皇上 就是破了您绝对那个苏姐姐啊 哦哦 苏清莲 她是个才女 只可惜被王胆旺给牵来了 是吧 哎 继晓岚 朕听说你曾经在王胆旺家和苏清莲 还对过诗 啊 这 这事皇上也知道啊 你不是常说朕能明察秋毫吗 对 皇上胜着 皇上是这样的 那天臣听到这苏清莲他做了一首诗 诗中淫道白云深处老清存 十二年前笑语温 这让臣想起了在家中的老母感慨颇多 也就随着做了一首 嗯 孝心可嘉呀 哦 对了皇上 那苏清莲还有自商绅士之诗七首 堪称佳作 要不要微臣一一吟出 以供皇上评赏啊 不必了不必了 犯官之女的诗朕就先不听了 你们先下去吧 臣告退 啊 啊 皇上 那我也告辞了 你看见了吧 皇上根本就不接苏清莲那个卦谈 看起来是大有文章的 你是说皇上看上苏姐姐了 会吧 皇上的心思是高深莫测 那你这么说和珅是奉旨行事 把苏姐姐藏在轿子内带回京城吗 和珅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 向来跟皇上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滴水不漏的 那皇上把苏姐姐抬进宫做什么 啊 做妃子啊 哎哎哎 咱可不能乱猜皇上的意思啊 怎么说乱猜呢 我看皇上对我们家阿姐也有那么点意思 嗯 这自古以来啊 最说不清道明的 可不就是这么点意思 哎 怎么样皇上 这所房子还对您的胃口吧 嗯 难得你对朕有这份心意啊 就这样吧 哎呀 苏清莲 如果知道皇上为她这么一个犯官之女 如此煞费苦心 安排在奴才的府上 一定会感激其灵 倾心以暴力 嗯 哎 你就不必告诉苏清莲 朕的这份心意了 啊 朕是真心的联系苏清莲啊 啊 但这个也不是朕要博得方心的手段 两情相悦 贵在真字 哎 可是朕呢也不必也不愿意使什么恩惠来博得方心 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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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的事了 皇上文功无略天下女子莫不高山养旨啊 啊没有一个人不把能够侍奉皇上作为自己梦寐以求的事 皇上当然不用使什么手段了 大人 苏姑娘说身体不适 已经在客房睡了 哎呀 怎么搞的 你没告诉她皇上驾临了吗 奴婢说了 算了算了算了 正改日再来吧 哎呀皇上 您真是怜香惜意啊 只怕日后 会把她惯得不成样子了 和爱卿怎么不懂呢 追女人如同彭小仙 文火慢工才有意思啊 好好好 朕先回宫了 哎 对苏清廉不要责备埋怨 哎呀叫你说的奴才哪敢呢 哎皇上到这边看看 请去 哎 哎 哎 敢问这石狮子为何人所造啊 回大人 是为何中堂府花园所制 哦 哎呀季先生 哦 何大人 难得光临彼府啊 哎 怎么样 要不要我带你到园子里各处走走 哎 哎哎 哎 何大人您可真周到啊 哎哎哎哎哎哎哎 只要是我这园子太大 万一季先生走错了路 到了什么不该去的地方 再惹出什么麻烦来 哎呦呦呦 找你说的哦 哦 难道你这园子里还养着这个豺狼虎豹不成啊 哦 要不就是这威风林林的蠢家伙 能开口把我吞喽 怎么 季先生对着石狮子感兴趣 嗯 人家好啊 我可以派这几个工匠到你府上 也照样搭上一对 嗯 不不不不不不 季蒙可销售不起 销售不起啊 怎么 难道这对石狮子 你看不上 不 好狮子 真是好狮子 哎 何大人 还记得《红楼梦》那部书吧 何大人府上这顿狮子 应该是比甲府门口那对狮子威风得多 那当然了 威风得多 我大清朝堂堂一品 难道还比不上小说里杜撰出来的东西 否则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啊 那是那是 好狮子 真干净啊 季先生又在转弯末角地骂何某是不是 谁不知道《红楼梦》中的甲府 唯有门前那对石狮子是干净的 您拿何府与甲府相提并论 能适合居心啊 何大人 我的意思是说 何大人这对狮子 比甲府门前那对狮子 更干净更干净 这话真干净 何大人 等等等等 季先生 何某这园子里你哪儿都能去 我有这后园 万万去不得 这为何去不得呀 这就不作为外人道了 那真是季某自讨无趣了 那真是季某自讨无趣了 告辞 不送 不送 先生 好 喝茶 好 先生 听说昨天晚上 您又戏弄了和珅一番啊 戏弄也谈不上 让他出了点丑而已 可是皇上向来觉得和珅这个人用着顺手 当众出他一点丑 根本动摇不了他的根基 那个和珅真有这么厉害啊 如今朝廷内外 他的党羽是越来越多 一旦他羽翼丰满 一定会独断专行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为祸天下 那先生为什么不趁他眼下羽翼未封 先拔了他的毛再说呢 哎 皇上对他宠爱有加 想要动他谈何容易 哎对了 你在外面 有没有听到对他不利的议论呢 有一些 对啊 本来和珅府上有旧已经方圆数十里 听说最近又大动石工 穷奢极欲的 京城百姓啊多有议论 这个我倒是看见了 何止是穷奢极欲 简直是公然于智 什么是于智啊 为臣不尊 盖房子抄了规格 哎 先生 那你为什么不招着这个把柄 掺他一本 让皇上问问他 建房的钱从哪儿来的 说不定啊能顺腾摸瓜 救住他的狐狸尾巴呢 不是怎么回事啊 和珅他对外虽然张狂 但在皇上面前一向收敛 更何况皇上亲自到他府上去过 所以他才能有恃无恐 这样公开的大动石工啊 那先生的意思是说 有皇上给他撑腰啊 按说也不会啊 这朝野之间早就有人议论 说皇上偏袒和珅 那皇上怎么会如此不避嫌呢 要依我看啊 先生啊不必患得患失的 反正这个和珅余智是明摆着的 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摻他一本也算是投尸问怒嘛 这个办法不错 我再去联系几个御史 利用不同渠道一起来参和珅 对以便引起皇上重视 小月真是越来越聪明了啊 李小兰大热天了 你把朕拉到这儿和珅府上来 有什么要紧的事啊 没什么要紧的事皇上 臣只是觉得何大人这花园啊 设计的气势非凡 移花接木巧夺天工 想让皇上一起来欣赏欣赏 何大人来了 奴才不知皇上驾到 有失远迎 请皇上赴罪 朕是不请自来 你何罪之有啊 皇上有何分不 早就听说你这斧着还建的不错 昨晚上天黑没看清楚 今儿季晓兰飞拉着阵呢 再来瞧瞧 是这样 这还不是全靠皇上恩典吗 何大人动作可真快啊 这狮子昨天晚上还在打凿 今儿就已经戳在这儿了 对对对 季晓兰有所不知 这后园呢 对何某的性命还重要 我岂敢耽耽 皇上请 是季某老眼红花了 还是不识数了 怎么就像卢沟桥上数狮子 怎么也数不清楚呢 皇上 您帮于臣指点一下 我数着狮子脖子前的 这阴烙是十八个呀 十八个 啊 那又怎么样呢 那臣就有一句话要问皇上了 按我大清定制 一品官员门口所立的十狮子 井上应该是多少个阴烙呢 考朕呢是吧 这些事儿朕不记得了 臣可记得呀 应该是十三个俗称十三太保 何大人 我说的对吗 嗯 好像对吧 哎 哎 那何大人这狮子上 怎么多出了五朵金花了呀 是皇上给何大人封王了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了 哎 接下来 这种事情也可以随便说得出口的嘛 既然皇上没有升何大人的官 那何大人就是自己给自己加官进爵了 啊 按我大清律 你这叫余智 超越了自己的权限 超越了自己的规定 而且何大人的余智 非一般的余智是私立为王啊 按大清律 私立为王这罪过可就大了何大人 何人 这狮子的确是很威风啊 哎 皇上 这狮子可是摆在后花园门口的呀 后花园也是你家的花园 何大人 这事儿你是难逃干系 皇上明见 农才一直是克尽职守 从不余智 从来不敢超越权限半步的 嗯 接下来 这让你修的四股全书可有日子了 四股全书里边有动物篇吗 皇上 臣看不出来 皇上此问 与和珅的余智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了 既然没什么关系 你不在府里好好的编书 跑到人家后花园来数人家 尸尸子脖子上的花絮 安的什么心哪 说你不务正业不为过吧 皇上 臣关心的是江山社稷 生怕有人越祖带袍 这难道不是头等大事吗 这何大人今天要不给个交代 恐怕朝野上下也服不了这口气 这祖宗的规矩 岂是说改就能改的呢 齐大人说的对 哎呀 这都是那些工匠一时糊涂乱了章程 何某疏于奸诛有时差之罪 这样吧 把那些工匠叫回来就地正法 怎么样 什么就地正法 我看你是杀人灭狗 何大人昨天晚上可还给我夸奖这些工匠 说他们手艺娴熟 他们这碗饭吃到今天 如果不懂得规矩 脑袋恐怕早就掉了 何大人 想把这事推到工匠身上了 你这是礼带桃江之计 就怕是黄口小儿他也不能信服啊 皇上你看这 季晓岚 你是逮住个蛤蟆就想钻竹泡尿了呀 皇上 这 如果朕告诉你 这石狮子是朕命何大人修的 朕闲来无事想来这后花园住住 你还觉得这石狮子这金花太多了吗 不 那就不多了皇上 你无事生非居心何在啊 只认打还是认罚吧 皇上 臣是个清管 这银子可比不了何大人那么多 是 只好认打 认打 打你太便宜了吧 你不是关心这石狮子吗 朕就命你把这石狮子上下打磨一遍 只打磨得通体光滑为止 臣遵旨 何臣 你来监工 若有寻思舞弊拿你试问 这奴才遵旨 这奴才遵旨 我欠灵光不要紧 这个脑袋要是欠灵光啊 那就惨了 这都蹭了 这都蹭了 对 这得蹭到什么时候去 这可真叫磨蹭 这磨磨蹭蹭 你这个 就是心灵 手无关 算了算了 好 我可奉陪不起 刘全 按着给我盯着啊 嗯 通体要打磨得光光滑滑的 来 这 嗯 嗯 先生 哦 你这才叫做偷鸡不成十八米啊 哎 本来啊 今天我已经把和尘逼到死路上 可是没想到皇上挺身而出 那我还能不败呢 哎 轻点轻点 那你不是有几个相好的御史吗 哎呀 我倒把这事给忘了 不是曹西宝曹御史 把坦坑和尘的奏本呈上去没有 照今天这个形势 如果呈上去 不但动不了和尘 反而给自己招货呀 得想个办法呀 爷 大内侍卫传话 叫您立刻到养心殿 看见皇上 糟了 来得可真快 曹西宝 臣在 你身为御史 无凭无据的虚言参奏 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吗 臣知罪 朕立朝 要求刚计肃人 百申之中 绝不允许有窃权弄饼之人 文武百官 谁忠谁奸 谁贪谁怜 哪个聪明哪个是笨蛋 朕清楚得很 臣只是不说而已 君不密则失臣 臣不密则失身 大家还记得这个古人的话吧 朕有些话不说 不是不敢说 只是不辩明说 聪明的臣子呢 自会暗中体会暗中配合 不聪明的臣子 就会乱听乱猜忘加揣测 这岂是为臣知道啊 那有些人吃了一些亏 也是罪有应得呀 季晓岚 你觉得朕说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实在是有道理 臣多谢皇上指点 这太好了 季先生终于想通了 否则 你这要失身了 起来吧起来吧 谢皇上 启禀皇上 莫愁回来了 快请他进来 得 莫愁 你女莫愁 叩见吾婉万岁 快起来快起来 谢万岁 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都查清楚了 先回去歇着 一会儿再禀告 好 皇上让莫愁姑娘办案 真是慧眼识人的 你看看莫愁姑娘 拿着宝剑现在多好看 多英武啊 何大人你眼左 这可是皇上赐给莫愁的 那就是上方宝剑的 以后和莫讲话 可要注意点喽 万一有一句半句说差了 莫愁姑娘就 何大人 你说笑了 何大人 让莫愁姑娘歇着吧 我们继续议事 万岁 莫愁先告退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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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我今天练的字了吗 怎么了 你又挨黄尔迅了 我马上看出来了 我是曹御史的后台 弹劾和珅这件事 是我窜的 那你就不能闭门读书 少惹和珅啊 那不是惹 那是争 为黎民百姓 为江山设计 这不争行吗 也是 非让猴子不爬树难 哎 不是你这说谁呢你 是 当年小的 哎 不过啊 皇上跟和珅这一唱一贺的 倒让我看些虚实出 啊 什么虚实啊 皇上说园子是为他修的 这是虚 为另外一个人修的 这倒是实 那园子是给谁修的 你看看 看看你眼前那东西 园子 是给苏姐姐修的 皇上想进屋藏郊啊 除此之外 别无其他解释 可是 这真是让人想不明白了 依料之外 情理之中啊 那就算先生说对了 那人是皇上官的 我没有什么办法 他就算是皇上官的 他也名不正言不顺呢 只要查实了 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先生 你也别生气了 这事啊也不难了 和珅在兰州的时候 欠我好大的人情 我为了先生嘛 我亲自去找和珅 跟他胡搅拌钱 不怕他不答应 哎 和珅未必能买你这个人情啊 哎 也不是啊 和珅有的时候 还蛮有人情味的 哎 不是 我明天就去试一试吧 好不好 先生 你快来看看我练的字啊 快看嘛 哦对了小月 我差点忘了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哎说好了啊 听了以后可不许一惊一乍的 哎呀你快说嘛季先生 哎 哎 莫仇回来了啊 哎哎哎 哎哎哎哎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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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别一惊一乍的 那二姐怎么不回家呢 哎 今日的莫仇啊 可非昔日的莫仇了 有什么不同啊 他 这回回敏南 可不是回去玩的 是奉皇上的秘址回去查案的 啊身上背着 皇上刺的一把上方宝剑可威风了 上方宝剑有这么厉害啊 那当然啊 呃比圣旨比龙牌都厉害 有生杀欲夺的权力 面剑如面君嘛 哦 那我还能见阿姐吗 哈哈 这个呀 我还得给你打听打听 嗯 我就说嘛 哼 皇上看上我们阿姐了 嗯 你还不信 可自有进步 就是 老师教得好啊 嘿嘿 好 当初这还是我买的呢 我怎么说了的 这个人情 到头来还是我去送 我要见清莲姐姐 你是说苏清莲 对啊 我不知道啊 你把她害死了 我没那么大胆子 那她寻短见了 没 她活得好好的 啊 哼 傻赖 刚才啊 我已经到你后花园看过了 西边一道墙 里面有一所大屋子 清莲姐姐一定住在里头 对不对 这可是你说的啊 可不是我告诉你的 嗯 你敢说她不在你这儿吗 那隔着一道墙 当然不会在我的屋子里 我要见她 听见没有 我要见她 为什么要见啊 哪那么多为什么呀 我们姐妹的事儿 凭什么要告诉你啊 嗯 再说了 我来这儿 谁都不知道 你就安心放我进去吧 是她是她 我安心 我放心极了 我知道这次不是季晓兰派你来的 你笑什么 你赶快放我进去 你不要这样跟我讲话 怎么下命令的口吻呢 你现在不是我的监君了 说起监君我倒想起来了 你还欠我三大人情呢 我还你就是了 那你现在就还 好好好 我现在就可以还你 那你就进去 我一会儿问一个人 他要让你进去 你尽可以进去 不过我事先要警告你 如果让你进去了 你看见什么听见什么 对谁可都不能讲一个字 否则的话将自取其货 嗯 不畏颜值不欲也 听懂了没有 不懂 不畏颜值不欲也 不要说我事先没有说清楚 啊 跟着季晓兰这么些日子 一点雄都没见着 得钱过来过来 老爷 去告诉那位公公 啊 就说啊 小月小剑苏青莲 跟他说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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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明天在门外请个安 他不敢进来 这是为什么呀 你别问了 我也不好说 刚才带我进来那个人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是个太监 我知道了 是 他三宫六院的 排气队来都有二里地了 他 我并不情愿 但是没有选择余地 皇上不让我进宫 他说那儿规矩大 带气门怕委屈了我 就安排在这儿了 他每次来都是辩庄 谈诗论曲 说说笑笑 倒也自在 皇上说 他心里很苦 六宫粉带虽多 可没有一个能够 促膝交谈的 姐姐你别傻了 我们叫二姐说过 男人骗女人的时候 说的都是这样的话 姐姐 你究竟有什么打算 你要早做安排 我家先生 可是日夜思念姐姐 我家先生 我家先生说过 我家先生说过 像我这样的人 我家人对自己是福是祸都不知道 确实自在不自由啊 确实自在不自由啊 在杭州是这样 在这儿也是这样 在这儿也是这样 恐怕将来在别的地方也是这样 姐姐姐 要不要我来陪你呢 好妹妹 千万不要 她还真跟我说过 要你来陪我 我不同意 我能忍 你不行 在这儿 会把你憋死的 那你一个人怎么办啊 我已经学会苦中作乐了 看看书 喂喂鸟 弹弹琴 闷了 园子里溜溜 好 季先生他还好吧 他还好 就是整天烟袋不离口 我们前几天 还敲了和珅一笔银子呢 我知道 他跟我说过 告诉季先生 这样的玩笑 还是少开为好 有些事啊 季先生做不出来 和珅可做得出来 作词 i love 一首歌 作曲 ii 作曲 ii 作曲 ii sir 作曲 ii 作曲 ii 忘了瞎吹 心存百姓的人 百姓心中自有你 说的都是你 唱的都是曲 铁齿铜鸭 两片醉 吃的是下锅的米 说的都是你 唱的都是曲 铁齿铜鸭 两片醉 吃的是下锅的米 走的是人间的道 看的是屏风的气 铁齿铜鸭 两片醉 百姓心中有了你 走的是人间的道 看的是屏风的气 铁齿铜鸭 两片醉 百姓心中有了你 不说我发现 只能够做一份 你能够做一些 还是你能够做一份 你能够做一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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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